今年38岁的阿明不仅没有正当职业 还欠了20多万的外债 本该是男人一枝花的年纪 他选择了不务正业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阿明虽然刚结婚 但也不敢要孩子 甚至还要让他的父母帮他还债 可是奇怪的是父母帮着还债 所欠的债务却越还越多 现在父母也不愿意给他还债 对此阿明很不服气 还逼着父母帮他还债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债务会越来越多 记者在阿明的家中见到了他 他的形象很特别 留着感性的头发 满满的艺术气息 阿明表示自己的家境还是不错的 家里就他一个孩子 可是前段时间总是和母亲吵架 他也想过和母亲沟通 但是母亲还是骂他 不愿意和他多说一句话 就在阿明说话的时候 他的母亲林阿姨出现了 林阿姨看到有记者和摄像机就生气的 掉头走了记者在后面追赶他也不听 然后把自己关在了一个小房间里 任凭外面的记者怎么说就是不开门 这个时候阿明的父亲张阿伯出现了 看到有记者在也是跑进了瓢泊大雨中 自己身上湿透了也不面对记者 面对记者的多次询问 最后还是妥协了 他告诉记者 阿明自己刷信用卡欠了20多万 自己根本没能力还 现在还把责任怪在父母头上 这20万分债务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随后记者又返回阿明家 面对记者的询问 阿明一下子说不出话 想了一会就说是自己相亲花掉的 要是相亲花了20万 那结婚起不是花的更多 怎样想也不是实话 面对记者的质疑 阿明表示自己前前后后相亲就几十次 加上自己是大龄胜男 肯定要多花一点钱请吃饭的 听到阿明的辩解 张阿伯说阿明是在说谎 他每次相亲都是家里给钱 他年纪大成天不务正业 家里知道他没收入 所以每次相亲都会给他不少钱 既然父母都给自己出了那么多钱 为什么阿明还欠了那么多信用卡呢 看到记者一直在询问 阿明知道自己也满补下去 就承认自己平时不务正业没有正经工作 也没有收入来源 平时只能靠信用卡来维持正常生活 他还说自己并没有什么不良嗜好 就是游戏充钱出去吃饭花钱 还有抽烟喝酒 这些日常开销积累下来就很多了 这20万就是这么来的 现在阿明已经知道自己错了想要去弥补 那为什么父母就不能帮一下自己呢 这个时候从小房间出来的林阿姨说话了 她说自己的儿子嘴里没有一句实话 说的改过自新都是骗人的 目的就是让父母帮她还钱 林阿姨告诉记者 当初阿明告诉他们欠了20万 自己和老伴很生气 但还是劝阿明不要想不开 钱可以慢慢还不用有心理负担 不仅如此 他们劳两口还拿出几万给阿明还债 可是还了一部分父母却发现 阿明的债务越来越多 甚至从当初的20万到了20多万 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阿明见事情败露 就说除了那些正常开销 还有其他花销 接着阿明拿出一个耳机 便说这个耳机价值2万元 是一个高档耳机 这让众人不敢相信 一个负债20多万的人 居然花2万元买耳机 调解原件状就劝说阿明 消费要靠自己的能力 超过自己能力范围 对家人和自己都是负担 这个时候张阿伯说 自己的儿子非但不挣钱 每天还和他们老两口要钱 要是不给 就开始逼迫家人给他还债 甚至还用暴力威胁他们两个 张阿伯的话让众人大吃一惊 一个正值中年的男人 不仅不对自己的家庭负责 反而在逼着父母要钱 这种行为已经够可恶了 还联系电视台控告自己的父母 这就是典型的白眼狼 在调解员的调解下 阿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当场表示以后会用自己的行动挣钱养家 也会自己还债不连累父母 他还说以后会孝敬父母 不会再一直索取了 希望阿明真的知道错了 以后可以做到独立自主的生活 也希望他的父母可以接纳他的儿子 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 遇到困难的时候 父母肯定会帮助我们 但是他们的帮助会让我们更加有依靠 但是那种依靠并不是一直都在 我们在困难中学会的是独立 自己成长为父母撑起一片天才 是我们作为子女该做的事情 详 详 详